地球真的是平的吗?很难想象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,关于地球是平的,爱世源的争论仍然存在。 实际上,有些团体坚信地球像一个薄薄的大饼,原型地球则是阴谋论。 虽然听起来很疯狂,但本着科学的精神,我们一起来看看地球真的是平的吗? 想要更好的去理解那些人,首先要去了解他们所信仰的东西。 他们认为,地球是一个离北极圈为中心的巨大圆盘,南极则是一个由此十五米高的冰墙围绕着的大陆。 美国宇航局的职员们守护在那里,防止人们爬过从圆盘上掉下去。 此外,他们坚信地球被一个巨大的穹顶所环绕,这个穹顶保护着我们。 是不是听起来和宗教神话传说一样? 那些人甚至专门建立了组织Blackless,用各种理由试图说服人们相信地球是平的。 比如地平线,它对于观察者而言始终保持平坦,这些人因此用它作为反驳的证据。 事实上,地球非常大,站在地面上不可能看到它的区域。 但是,你可以从飞行中看到地球的区域,观测表明,可以检测到地平线区域的最小高度一万米左右。 敲河的是,这与飞机的巡航高度相同。 另外,还有一个简单的证据,船只出海时是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,直到最后围感的消失。 所以,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地球和太阳月亮一样是圆的。 假设,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去太空,我们就可以让那些人看到地球的真正面貌。 但目前难度很大,尽管有国际空间站拍摄的视频和照片。 但根据Slaytoff支持者的说法,世界各地的太空机构都参与了一个伪造太空旅行的阴谋。 因此,除非亲眼所见,但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。 地球的引力也被他们认为是一种幻觉,物体不会加速向下,而是盘子一样的地球,以每秒9.8米的速度向上加速,被一种称为爱能量的神秘力量驱动。 同时,他们也相信,太阳和月亮都是直径50公里的球体,在地球上供4828公里的地方移动。 他们深信是有人故意阻止人们调查地球的边缘地带,防止有人从大圆海上坠落下去。 但实际上,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用飞机和船只完成了环球航行,并没有人坠入太空。 所以,在那些相信地球是平的人眼中,任何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是被阴谋者欺骗了。 各种证据都是被伪造的。 那么,你认为地球是平坦的这一论点,有可能是真的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